這兩年多來 國人同胞辛苦了 尤其是第一線的防疫人員最辛苦 今天特別到屏東醫院來 就是 要給所有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感謝 加油鼓勵 也正因為有國人同胞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團結合作 我們的疫情 一步一步走到 要回復正常生活前 的最關鍵時刻 一點都不能鬆懈 但是國外 也都已經以病毒共存 並且開放國境 我們也早就說 要 回復正常生活但是要一步一步做 所以 我們的 防疫指引都是 依照 醫療量能 疫情狀況 以及疫苗施打的情況 做一步一步的進度 昨天 在行政院 我召開 防疫會議後 下午 已經有指揮官 對國人 同胞 宣布 原來的7加7 能力 良能 我們會逐步的開放 也希望台灣 能夠早日 完全的正常生活 還可以出國 那 這還需要大家 做最後階段的努力 字幕志願